我沒有想要說它在公開 但一種原因是因為我離開 當我決定是他決定不去 取消消息 當我知道 當我知道誰會回到我 這就是神訊號 大家好 剛剛看到的就是Adrian Beltre 在兩年前退休的記者會上 告訴大家他為什麼要退休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他的隊友Alvis Andrews 因為 Beltre已經受不了他了 只要每次 Beltre敲出拳雷打 Andrews就會去弄他的頭 或者是學習他接球的模樣 只要是有Andrews的地方 Beltre就會一直被干擾 Agent Beltre與Alvis Andrews 兩個人在遊記兵當隊友的時間長達8年 不管對彼此是導師或者是學習的對象 他們的夥伴關係一開始就具有特殊意義 我們球迷也無法去想像 遊記兵三壘防線沒有他們這兩位球員 以前他們在防守的時候 只要有內野飛球都會在場上鬧對方 例如只要任何一個人接完三壘之間的飛球 兩人就會互相模仿彼此的接球姿勢 Beltre甚至會叫旁邊的Andrews滾到一邊去 還會用手假裝畫線 叫他別過來他的區域 Andrews即使年紀小 Beltre9歲 但是他總是喜歡挑戰前輩 我們都知道 Beltre最討厭別人摸他頭 只要 Beltre打拳雷打之後 或者甚至在投手球上討論戰術的時候 Andrews就會去找機會摸他的頭 隊友們也開始跟著有樣學樣 這樣的場上兄弟情誼在兩年前畫下句點 Adrian Beltre選擇退休 結束21年的職業生涯 他總共累積3116隻安打 477隻全雷打 入選過世界全明星賽 5座金手套獎 4座銀棒獎 可惜最後兩個球技因傷所困 無法拼得500轟 再加上他希望把時間拿去陪伴家人 所以他也決定高掛球鞋 在邁入40歲前結束他的輝煌職業生涯 而且在不久的將來 很有機會入選名人堂 至於Alvis Andrews 他則是自2009年 被遊記兵在選秀會上挑走之後 就一直待在球隊 目前32歲的他 曾經拿過兩次金手套獎 但是他即將在新的球技 讓出先發位置 成為板凳球員 球團目前計劃讓三类手 上一個球技拿到金手套獎的 Isaacana Falefa擔任先發遊記手 最後我想要問大家 你心目中最強的二人組 是哪兩位球員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訂閱加分享 那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